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型 过去的一周啊,应该是乌克兰新战略的里程碑 乌克兰突然出兵猛烈攻打俄本土 有报道称,这次进攻啊,俄本土的比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的军队 不仅仅是俄自由军团,俄志愿军和西伯利亚营 还有格鲁吉亚营,纳尔尼游击队,达达人战队和车臣志愿军 甚至还有乌克兰情报局的特种部队 这可能是战争开始以来,乌军首次公开进入俄领土作战 并试图夺战桥头堡 重要的是,自从今年2月份,北约秘书长廷斯斯托尔滕贝格 明确公开认为乌克兰的自卫权 包括打击乌克兰境外的俄罗斯合法军事目标的表态后 现在乌军已经公开使用西方装备进攻俄本土 而且并未引起西方的任何的反对 实际上西方众武器每天都在打击俄本土 这似乎预示着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或者说,意味着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升级到了新的阶段 过去24小时,更多的反普自由联军 从乌克兰边境进入俄罗斯边境抵达比尔格勒德前线 目前,比尔格勒德地区是自由联军的主攻方向 多个武装团体在比尔格勒德 拉祖姆·诺耶和科金卡周围与俄军交战 其中以科金卡的战斗作为激励 据彭博社的消息 为了阻止自由联军的推进 俄军开始了在乌克兰前线抽调军队支援俄本土 当然,目前俄军前线部队并没有大规模回援本土 而是抽调一些小耳精的部队 俄军一度对自由联军占领的科金卡村进行大规模的炮击 并出动战斗机使用了航空炸弹KB 掩护发起多个突击 试图将攻入村内的自由联军赶走 当时,俄军特种部队格鲁乌摸进了村 企图占领一所房子 结果遭到志愿军团的伏击 丢下了几具尸体后撤退 收获胜利的自俄军战士在炸成废墟的建筑物里轻松比位 昨天,自由联军的RDK俄罗斯志愿军在发布会上称 可以在本土开配第二条战线 还公布了他们独立进攻的战果 截至当下,已击毙613名俄军士兵 击伤829人和俘虏27人 超过130台俄军装备被摧毁 新闻周刊称 目前,自由联军距离比尔格勒德地区的比尔格勒德22的空军和武器储存设施 只有几公里 自由俄罗斯军团副指挥官凯撒表示 如果俄罗斯志愿军突破了俄国边境的行动 继续以这种速度推进 几周后,普京将不得不从乌东前线调集大部队来保护俄本土 这也是乌克兰要达到的战略目的 昨天,普京首次俄罗斯境内 比尔格勒德和库尔斯克地区局势表态称 俄军将进行报复 而有计划攻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 话音刚录 于2024年3月21日晚 俄军从福尔加顿斯克基地和恩格斯空军基地 派出11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 发射了两枚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 匕首导弹 以及29枚KG-101KG-55巡洋导弹 还有大量的火箭弹 一律奔赴乌克兰首都基辅尔来 乌克兰空军防空导弹部队和乌克兰国防军机动火地部队 进行了拦截 击落了大量的空中目标 并成功击退了这次俄军精心筹划的空袭 乌克兰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舒克中将表示 由于作战工作的成功 基辅地区所有敌防导弹军被击落 感谢大家成果和拯救公民的生命 共同走向胜利 在另一边 据报道 乌克兰无人机昨夜袭击了俄国境内目标 主要的地点有两个 克拉斯诺达尔和恩格斯 当地人的社群贴文称 克拉斯诺达尔发生了三至五起爆炸 小型武器防空炮 以及一处不明军事射尸起火 恩格斯发生了四起爆炸 至少有一个自杀式的无人机到达了空气基地 可以听到低沉的二次爆炸声 恩格斯空军基地距离前线600公里 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航空基地 3月19日的卫星影像显示有 那里有11架军机 包括9架轰炸机 据媒体报道 乌克兰情报部门表示 目标已被击中 但没有说明是哪一个目标等等看 明天可能就结果出来了 另外圣米德堡大港因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已被迫停止处理 用于制造火药的战略资源消失 当局计划将消失转运至城外 可能前往乌斯基督家 这对于乌克兰意味着 每年损失300万吨的货物 对军工而言 意味着弹药生产大大延误 再看看乌克兰前线战况 在巴木特前线经过几天的暂停后 俄罗斯军队恢复了对伊万诺夫斯克的攻击 战斗主要集中在铁路线附近 与此同时 俄军继续向巴木特南翼的克里斯基夫卡的进攻 但遭到了乌克兰的猛烈炮击 乌军第54旅的K2战斗营发布了一段视频 几乎完全摧毁俄军装甲博队 画面显示的交战是如何在指挥点内控制的 似乎这里的乌军的弹药短缺问题 已经解决了 阿弗蒂夫卡前线 乌军以部分从托嫩克撤向了杜尔纳河 比尔纪齐方向第47旅 昨日击退了俄军进攻 摧毁了6架俄罗斯的BMP3 显然乌军还是遵循灵活的防御原则 自阿弗蒂夫卡陷露以来 俄军的进攻战斗缓慢代价高 接下来这种态势仍将继续 虽然俄军依然大量的依靠坦克和步战车的支援发起进攻 但乌军却并不依靠坦克摧毁俄军的重型装备 从战场数据看 俄军的坦克和步兵战车更多的 是被乌军的反坦的导弹 地雷 无人机和远程火炮摧毁的 其次才是乌军的坦克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战争也在日新月异 乌克兰人越来越鄙视传统人肉冲锋了 而俄罗斯并没有改变这种方式 所以乌克兰对保护战斗人员生命十分的注重 昨天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 乌军司令部正在努力加快在乌军中实施创新技术解决方案 他强调技术和可制造性是战胜敌人的关键 无人系统在这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开发无人系统是我的首要任务 他普通说 他与团队正一起寻找不对称的解决方案 以获得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质量优势 昨天法文媒体讨论马克龙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 称法国如果真的要出兵到乌克兰 可能部署在白俄罗斯边境 或是乌克兰中部的地内薄荷一带 法国还表示如果八个国家军事联盟达成一支 法国能够指挥北约盟友在乌克兰部署六万大军 法国陆军司令皮尔·希尔将军在法国世界报周二 发表一篇专栏文章中表示 如果需要的话 他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并且展示法国军事实力将阻止对法国的任何攻击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昨天表示 乌克兰新动员的人数 可能比之前预测的要少 不到50万 考虑到前线军人轮换和新武器的交付 这种大规模动员的必要性减少 这说明在乌军新的领导团队 已通过部队轮换 解决了兵力短缺的问题 征兵是不可避免的 毕竟战场上的消耗是实实在在的 预计俄罗斯也会在普京顺利当选后 发起较大规模的征兵 这次乌克兰在拉姆斯带因会议 得到了不少新的援助 立陶宛拨款3500万欧元 为乌克兰采购弹药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欧元的援助 19万枚炮弹100枚 装甲车等100辆车辆 比利时将提供300辆 伊维科山猫装甲战车炮弹 和三艘扫离艇价值4亿欧元 该国还派遣两架飞机和50名士兵 在丹麦训练乌克兰人驾驶F16 加拿大将拨款2950万美元 给乌克兰用于购买弹药 可泽沃将于下周向乌克兰运送迫击炮弹 卡车和装甲车 芬兰将向乌克兰派遣战舰 乌克兰国防部长顾美罗夫称 新一批的援助乌克兰的火炮 和其他类型的武器将在15天内抵达 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则表示 自4月起乌克兰将有足够的弹药 这应该是自去年10月 美国停止援助乌克兰以来 最大的好消息了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萨利文 昨天突访基辅 闭门会议后的记者会上 他说美国相信乌克兰 乌克兰也应该相信美国 特列斯基在昨天的晚间讲话中 感谢了美国的支持 并表示美国在维持国际秩序方面 保持坚定的领导地位 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打败普京 而不是让对西方决心的怀疑 有利于那个疯狂的人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在参议院演讲时表示 你怎么能与像俄罗斯这样 从来不遵守协议的人坐在谈判桌前呢 梅洛尼说出了不能与普京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原主席 则说出了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只有当普京和他的将军们 认识到开始失败时 他才会谈判 一秒钟都不会提前 他最后还说普京必须失败 对于民主世界来说 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如果他输了 民主世界将获得一个世代相传的积极的前景 节目最后 恳请宽宜的朋友 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依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后禁 因为俄乌话题 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的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维码 进行打赏 在此 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